HELLO 各位校生好 我是Ms.Chu 今天我會講講大家考完學友社2020至2021年 Reading Paper One 這份卷的各個部份的表現 首先我們看看markers給了什麼feedback 你們做得好的地方包括你們都可以掌握文中大謠 然後用一些正確的文字 符以正確的文法上的知識 跟隨題目的要求 用一些keywords去作答 我們都可以看看你們有什麼可以做得好些 可以改善的地方 第一點 Some candidates could have read the instructions more carefully 即是說到你們有些同學 是未必可以很小心看個題目 例如他要求了作答的是多少個字 那有些同學可能是沒有留意到的 另外就是有些考生 could not answer long questions by cit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是不能夠精引到文中一些正確的例子去支持你們的答案 甚至乎有些是 over copy words or copy indiscriminately 你們是不理會的意思 然後看到有類似的字眼 就是在那部分抄得太多的文字 有時候你們都不會得到分 因為其他額外的文字 將重點的字眼的角色淡化了 所以就會影響到你們的得分 另外考生對於一些要做推論 推斷的題目 表現都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一些題目其實是要求同學 有一個很general的idea 是關於整篇文的text裡面 他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你要懂得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就是不可以只看字面的意思 要make a guess 要猜到作者其實透過這些文字 想表達什麼意思 不是只從字面去回應的 那有些考生 could not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and determine if a certain situation is tg tf or ng 那就是對於一些true force not question not given的question 是比較弱 不是很懂得去判斷 那你們都可以留意多些 要自己變滿一些parts of speech 例如是名詞專做動詞 或者呼詞變成形容詞等等 最後就是一般每年考生都會比較弱的 就是不是很懂得有些比較少見的字的意思 那當然就會影響你們的作答 所以我們都提出了一些建議的 第一就著文字方面 那你們一定要是擴闊 增加自己懂的字量 所以呢 要懂多些字 草多些字 看多些文字 或者書完之後 將不同的字 保留在一本簿上 那也要認識多些synonym 多些同意詞 因為很多題目都和相關的 會問你某個字是為什麼 解釋文中的哪一段哪一行 其實表達什麼意思 那另外呢 留意some parts of speech 剛剛都提過了 那最主要的 通常都是noun verb adjective adverb 那今次都會出現有propositions 的 最後呢 就要留意一些字的collocations 怎樣配合 那因為有些字呢 是 在英文裡面一定是要這樣配合利用 而不可以轉換另一個動詞 去配合這個名詞 那所以這些呢 你們都要在平時留意留心的 那現在呢 我們真是落到去 這篇文裡面 part a 我們先看part a 那會抽取了幾條題目 去跟大家講解的 那首先呢 是第一題 那這些題目呢 都是考生比較多犯錯答 不對的題目來的 第一題 例如 When did Gordon Child lose his job 他什麼時候失去了他的工作呢 其實呢 基本上呢 他的問題有的字呢 很多時候呢 在 編文呢 都可以找回類近的字 然後那附近呢 我們可以找到答案的 DSE近年來都是這樣的 那在第五段呢 其實我們呢 就可以找到這些類似的字 就是第五段的第一行 Child lost something else 就是his job 我們就看到他是失去了他的工作的 那我們呢 就在這裡 看一下這裡的前和後 其實他在問的是什麼時候 他什麼時候沒有了工作 我們說 第五段第一句 not long after the heart breaking divorce 那就是 他的離婚 沒有多久 not long after 那麼呢 其實就 後面那個就說 他失去了他的工作 那 所以其實呢 最單純的 我們就這樣 我們把這裡 not long after the heart breaking divorce 這裡呢 抄下去呢 就已經是可以拿到一分的了 那麼我們都可以寫清楚一點 是他跟他太太分開的 而其實呢 後面這裡 his company shut down a number of departments and lay off a handful of top management because of the plunging economy 後面這裡呢 是說他公司呢 就是關了幾個的部門 然後呢 是炒了 a handful of 就是可能一隻手幾個人 然後是因為這個經濟不景 那這裡呢 其實也是一個時間 你都可以用後面來作答 就是說他公司開始炒人 炒了一些top management的時候 他都失去了他的工作 所以前同學 都是給到一個正確答案來 那有同學就去到第一段 在53歲這裡呢 其實就不正確的 因為呢 中間發生了很多事 其實我們也不肯定 不知道呢 沒有任何的證據 顯示呢 其實他所有這些事 都是在53歲這一年發生的 所以呢 在題目類似的字附近找 是會理想的 好了 之後呢 我們就去到第六題了 第六題了 一些true force not given的question 都是來自第五段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過那裡 對了 那我們剛剛就看到這部分了 前面 我們可以一邊看一邊作答 第一題 a lot of people from Gordon Child's company a lot of people from Gordon Child's company was laid off 是不是很多人呢 我們要留意某些字眼 是不是很多人呢 其實這裡說 a handful of 其實是有一隻手 即是有幾個啦 所以呢 這裡跟a lot of 是不配的 所以呢 我們這裡會選前是false 因為並不是很多人 被人炒了 Number 2 Gordon Child was not worried about his life right after the layoff 他是不是不擔心呢 我們就真的看一下 Still Child should not be worried 他不應該擔心 and in fact 而事實上 he was not 他這裡正正就是講 他真的不擔心 不擔心的 所以這裡我們會填true了 Number 3 The company paid Gordon Child's money as a compensation when they fired him 他就說公司是給了一些錢作為賠償的 compensation 當他炒他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找回有沒有類似的東西啦 He got a huge sufferance package and thought he could just take some time off and then look for another job when he was ready to enter the battlefield again 這裏就說他得到 他得到些什麼 一個很大的遣散費 severance package 那所以這裏呢 即是他真的拿到很多錢的 那所以這裏真的他拿了些錢的嘛 那所以這裏呢 我們都會選錢是true啦 他得到一些遣散費的 Number 4 The bank that Gordon Child worked for went bankrupt 他做事的這間銀行是不是bancrypt呢 那你要知道這個字bancrypt是破產的 那其實我們看完整段啦 他就說到他的company呢 是shut down了幾個department 那這裏呢 裁掉了一些人 但是沒有說到他是不是bancrypt 有破產這回事的 那所以呢 這裏呢 我們會選錢 not given and given 因爲文中其實是沒有提及我的 最後啦 some employees were relocated to other departments 有些的員工是被他們安置去其他的部門那裏做事的 那這裏他就是說 lay off了一些manage top management 他說shut down了一些department 但是沒有說到他們的去向 所以這裏呢 我們都會選錢 not given ng的 ok 那我們做這些true force not given 的question 一定要留意 有些字眼 在文中其實是對不對應啊 好像a lot of 和a handful of 類似的字 但你要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多還是少啦 好啦 那我們去到下一題啦 就是 第十四題 那第十四題呢 我就是想focus在 item 3這裏的 那這裏呢 就要在 第十段這裏呢 找回答案出來的 那就說到他 Gordon Chow 他失去了工作之後 那他搬去第二裏啦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我們看看第三題前面 With all the free time i had he does things he normally wouldn't do 他做一些他平時不會做的事 他平時不會做的事 他平時不會做的 這個是他以前不會做的 有before這個 以前他是會走路去一些士多 但他現在是怎樣呢 他會駕駛二十分鐘的車 去一間更漂亮的士多買東西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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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以就其實填過drive 就很延似成你啦 對吧 drive 那但是呢 正確答案呢 是driving 我們要留意啦 首先他這件事是他 wouldn't do normally 平時不會做 就是這件事是一個活動 一個士來的 是用名詞 再加上留意 這個句式呢 有一個or 那就是前後呢 是平衡的啦 那這裏他後面是用了ticking的 用了gerent 那所以這裏呢 我們都會用回gerent 那就要變做driving啦 這題很多同學都失分 就是因為他之前是drive 沒有留意到這些前後的字的關係 對這個答案的影響 好啦 我們再看一題 Question 16 Why couldn't Gordon Chow business acquaintance help him find a job 為甚麼他的公事上認識的東西呢 人啦 Aquaintance 能幫他找到份工呢 為甚麼呢 那我們會在第54至56行這裏找到的 我們可以由這裏54行開始看呢 he has come to know a lot of professionals in the industry over the years but few to network with at this time 80% of the people he has known from work lost their jobs just like him 那這裏呢 business acquaintance 這裏呢 acquaintance 這裏呢 就是指工作上去認識的人 那就是中了這裏 people the people he has known from work 這裏中了這裏了 然後呢 前面就說 80% of them lost their jobs just like him 即是八成的人都跟他一樣 都是沒有了份工 那他們都沒有了份工 那重點介紹他入公司呢 他們都自身難保嘛 那所以第16題呢 這裏我們可以說 我們可以直接說 because 80% of them has lost their job too or like him 跟他一樣 他們都是沒有了份工的 於是他就不可以介紹這份工給他了 最後一題 question 20 why does gordon chow have to persuade himself to feel better in line 68 我們要知道這個字為甚麼呢 persuade是解說服 為甚麼可以說服自己 令到自己感覺好少少好些呢 在68項 我們要看第68項 這裏 68項在這裏 第18段 sometimes he feels better and manages to persuade himself that there is so much else to do other than work 他說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there is so much else to do other than work 即是說不工作的話 不工作的話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為甚麼他要這樣說呢 那這裏呢 我們填的答案的時候呢 一定要顧及到兩部分的 就是fact 現實 還有呢 以及gordon chow的hope或者wish 那我們看完整篇文 這題呢 我們要有一個概念 就知道是gordon chow是沒有了他的工作 然後他很努力很想找到工作 但其實他亦都遇到很多的阻礙 他其實真的十分之想去進入這個job market 那這裏 這個現實和他的理想不能夠實現 不是令到他要去說服自己 告訴自己這句說話 其實做不到事情 沒有工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那麼他說服自己 這樣說就令他自己舒服一點啦 那麼我們就要把這些意思幻化成文字 變成第二十題的答案啦 那麼呢最簡單就是 就是講他的願望和現實啦 because he really wants to get a job but he cannot 他想有份工但是他得不到 所以他就要去說服自己 令自己舒服一點啦 又或者你可以說 他是嘗試說服自己 讓自己不要這麼negative 因為他現在還沒找到工作 但是重點都是要提及到 理想和現實的不配合 那B1呢我會抽取了一題題目呢 和大家講解的 就是第29題 第29題呢這裡呢 是一個要大家做 reading 的一個練習 Below is a summary from 9.17 to 9.35 那要看的 就要由第17行到第35行 In five of the lines there is one mistake 那要留意每一行有一個mistake的 那呢 而其中有一題呢 是沒有錯的 那就要放個take好下去 那看instructions的 首先要小心啦 那我就真的看一下 裡面作答的時候 要留意的 我就抽取了第一二 和第六題和大家講講 那這裡呢 其實就 第一題啦 那答案應該是published 那答案呢 就會在文中的第21行這裡找到的 嗯 Jacob's striking imagery has appeared in pages of a wide array of publications from politics to faction 那這裡其實都中到這裡附近的字的啦 都不是很難找到 但是我們會發現呢 banned 這裡是被人禁止 是在這些出版的刊物裡出現的 那其實不是啦 它是其實有出現到的 但是我們就要留意到了 因為呢 appear這個字 本身呢 是不可以用passive form的 就不可以用跟著這個has been 於是乎呢 我們就要用回同一個意思 它是在這些刊物裡面出版了的 那所以呢 最ideal 最理想的呢 就用appublished 那也都要跟回那個passive speech 用個動詞啦 還有是 嗯 after has been 是pensive voice 要用個pp form的 的 另外啦 第二題呢 就是 這裡 is involved in a campaign for one electronic products 那我們看這裡的時候 其實都好意識到呢 這裡呢 這裡有個s啦 products 但前面是one 這裡已經有些矛盾了 那我們就在文中找回 我要double check這裡 其實這裡 是 這個campaign是有幾多的電子產品呢 那我們會看回24行 he is currently working in ad campaigns for a bunch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 bunch of 即是一些的意思 那即是多一個啦 你也看到文中是有s的 這裡 所以one這裡就很明顯是錯的啦 所以我們就要underlineone 然後呢 就將它呢 是變成 心啦 因為這裡要求呢 是要一個字的 我們不可以填 a bunch of 要留意 不可以填a bunch of 最後啦 第六題這裡呢 就是 has shared with us a boring project in this issue 那答案是分的 其實呢 就要將個boring 減低了去 那這裡在哪裡找出來呢 就在第三十一項 even if you are not tech savvy you will still find this issue's home network and intriguing project to try over the holidays intriguing 其實就是解有趣啦 那這裡 為什麼我不可以填回intriguing下去呢 那就要留意啦 前面是用了a的 而文中呢 intriguing呢 是用an的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我們不可以 就這樣用回intriguing下去 要用回 類似的同意詞 synonym 所以呢 可以用分 填下去 那就容易得多了 所以這題呢 就想提醒同學呢 就要留意 題目的collocations 和一些前後左右的字 留意 其實他都給到一些幫助我們去想一個答案的 和要認識多些的同意詞 那之後呢 我們就會是看part b2啦 那part b2呢 我們都抽了幾條題目出來的 那第一題呢 就是question 42 question 42 是第三和第四段文出來的 那其實 看看題目先啦 How did sarah feel when she was told that her left leg had to be amplitude 那這個 那這個 她聽到這個消息 她的左腳要折肢 要咳了下來的時候 她有些什麼的感受呢 那這裡呢 我們 看回文中這部份 um Pelgo 3 Two days later Sara got the bad news that she had dread since the moment of the accident her left leg had to be amputated below the knee 這裡是她聽到的消息 對吧 這裡只是她聽到的消息 那但是她的反應呢 是怎樣呢 I didn't know how to react when I heard that 她說她不知道怎樣去反應 當她聽到的時候 my mind was blank and the next moment I was awake my leg was gone 她說她呢 腦子呢 是空白一片 然後睡醒呢 雙腳已經是折肢了 已經是沒有了 那 所以這裡問你她的反應是怎樣呢 是由第四段這裡找出來的 I didn't know how to react my mind was blank 這些 T是符合下面這幾個 哪個情況呢 defestated 即是她被摧毀了 她的反應是很沮喪 十分之差 B Numb 她是麻木的 沒有什麼反應的 C surprised 很驚訝 D 拼火 很痛苦 根據這兩句呢 I didn't know how to react to my mind was blank 其實她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所以答案呢 我們會選擇 即是說她是麻木的 沒有什麼反應 不知道怎樣的 去到第四十四題 What does the phrase oddly enough mean in 918 那這裡 oddly enough 是指的是什麼呢 那我們要去回918 這裏 oddly enough 那我們就看回這裏圓句了 What's more her initial recover was oddly enough foster and better than any on the medical team could have imagined 那要留意後面了 她說呢 那個醫療團隊是猜不到的 是不能夠想像到的 那即是這件事 就是很奇怪了 什麼是很奇怪呢 如果我們其實不看oddly enough 就這樣把它插上去 只看這裏 her initial recovery was faster and better than 正常人 她的 她的 康復的時間是比較快 和是比別人好的 那這件事是醫療團隊的人士是想不到的 那所以呢 這裏我們看回答案了 A Country to what others believe Others 就是指這些醫療團隊的人士 這個medical team 和他們相反 他們不能夠想像到 即是他們本身想著 他的康復未必這麼快 但是他竟然 是可以這麼快康復到 而且康復得挺好的 那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A 那這個oddly enough 如果你懂這個字呢 odd是解strange strange 即是很奇怪 那如果你懂這個意思就知道了 其實他就是覺得 這件事 他康復得很快 這件事 是很奇怪的 那 B這個option呢 the recovery process was odd 其實是差了一點的 因為他在說那個 康復期是很奇怪 而不是說他康復得這麼快 這件事是很奇怪 所以B呢 雖然有odd這個字 但是都不應該選他的 那C和D呢 都 嗯 講的東西 講他的conditions 講他的accident 這兩件事呢 都是跟這裏 嗯 不是有關係的 所以都不可能的 然後我們看一看 第47題了 What does getting back on her feet in line 42 mean? 那呢 第四十二行 我們看看第四十二行先 Getting back on her feet 這裏呢 就這樣看字面解呢 就說好像是 就是他的腳可以變回好 Feed 即是他的腳板 那 其實這裏指引的是什麼呢 我們就要看整句了 原句了 She started to breeze walking in the morning everyday as a means of building her strength And she did not have to wait for long before the talent in ice skating resurfaced 這裏就說到他呢 是可以學一下 可以走回路啦 還有呢 不用等很久呢 他就可以有個能力呢 嘗試去 ice skating 去溜冰 But Sarah explained that getting back on her feet had not been easy 他就說 這一樣東西 就是getting back on her feet 是不容易的 那其實這裏指著什麼東西呢 其實答案呢 應該在下面找出來的 因為下面才是他開始去explain這件事 所以我們應該要看下面這裏 I tried everything to adapt and my physiotherapist at the hospital gave me a lot of strength She said I was painful and frustrating in the beginning because I put all my weight on just one leg 他呢 我就說 他在那裏 在他的治療當中 那些跟他做物理治療的 給他很多力量 然後他其實覺得很痛 很沮喪的 所以這裏呢 我們要理解 這個過程 他是用他的一隻腳去學習 去做一些運動 去做一些適應 其實這些是些什麼東西來的呢 這些就是他嘗試 令他自己回到正常生活 變回可以有正常活動能力的一些活動 所以 並不是A 要用他的新腳來走 也不是他要像一個正常人般走路 其實他是要學習怎樣去用他的那隻假的腳 還有C 這裏是正確答案 D New Down 就是趕去跪低 所以也不對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C 好了 去到第五十題 Work out the timeline of Sarah's accidents issues about her legs and recovery reusing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passage Pay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verb tense 提了你 你要留意那個Tense 因為是他的timeline 這件事也是發生了 他的accident 所以這裏呢 第一樣東西 時間 一定要用Past tense 因為發生了 第二 所以 次序一定是要跟著這樣下的 所以第四 和第五 如果有同學 將這兩個答案 調轉了位置的時候 都不會給到分離的 所以這裏要留意 instructions 那 第一個答案 都想跟大家講講 就是 我們 留意回其他的答案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had full operation 都告訴你們 是用Past tense 和用verb來開始 所以這裏呢 第一題 in August 2002 要說到 Sarah其實是 面對了一個car accident 一定要清晰說到 car accident it's not just any accident ok 那所以呢 這裏要小心了 最後一題 想講講第五十一題 What does Dr. Richards and his team do? 他們的team是做些什麼的呢? 那 Dr. Gordon Richards 其實是這兩部分提過他的 他說他是一個consultant 在這個centre A lot of his patients have significant problems with their amputation stumps 他們的接支呢 都會有 之後會有很多的問題 那另外呢 Dr. Richard said his team is dedicated to helping patients gain back their independence and activity levels 是幫他們呢 是拿回他們的獨立的能力 和活動的能力的 那麼 看完這兩樣東西 我們綜合了 the best answer 應該是b的 因為他們是幫助一些人 首先提到有這個 有節支 這一樣東西 是幫他們呢 拿回一個活動的能力 而答案呢 並不是c的 to help disabled people regain physical strength 因為呢 physical strength 即是說他體能那方面 而其實呢 他是想幫他有一個獨立能力 和這個活動的能力 所以正確答案 應該是b 而不是c的 好了 我們part b1 和part b2 的試題分析呢 就來到這裏了 那希望同學呢 都要留意自己看題目 要小心點啦 要留意個parts of speech 還有呢 真的要認真看好 那麼多的options 看一下 題目有的字附近 那些文字 上下哪裏 是可以真的幫你找到答案出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裏 謝謝同學 thank you 拜拜